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雷哥的视频 当地时间5月25日星期六 俄罗斯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发动了导弹袭击 本次袭击共造成6人死亡 60人受伤 至少有两枚导弹击中了居民区里的一个大型的五金店 哈尔科夫市长伊格尔·杰列霍夫表示 导弹袭击时大约有120人在五金店内 目前有6人当场死亡 死者是店内的雇员 大约有40人受伤 3人重伤 还有16人失踪 哈尔科夫州长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撰文称 就在五金店被袭击的几个小时后 另一枚导弹袭击了哈尔科夫的一栋公寓楼 在一个邮局和一些商店的街上 留下了一个直径几米深的大坑 本次袭击共造成了18人不同程度受伤 我们都知道哈尔科夫市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 这个城市离边境只有30公里远的距离 俄军依靠乌克兰使用武器权的漏洞 把大炮和其他大型的陆基武器 放在俄罗斯境内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打击